你现在是表演什么呀 就是婚庆 受庆 然后房地产开盘 团拜会这一些 他干什么 他以前没有结婚的时候就跳舞嘛 也是商演 也是商演 对 结了婚就是三点一线 就是照顾孩子 那那个现在你们长期的这样分开 再加上你又这个 娶个这么漂亮老婆 老婆还帮你照顾三个孩子 是不是对家人有特别多的亏欠 真的还有点多 特别亏欠我的爸 因为是这样子 平时我们三个小家庭在重庆 然后老大老二跟我爸妈在我们老家 我也很少回去 每年他们过生日的时候 我都不能陪他们 然后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 我想请假吧 因为又损失一笔钱 我就又想给他们更好的生活 所以说有些时候很纠结 还有更多的是三个孩子 因为别的孩子都有 爸爸每天 也不是说每天嘛 偶尔去接一下 送一下 我从来到现在一次都没有去接过他们 送过他们 因为我怕他们的同学 还有朋友看到他爸爸是只有这么高 给他们带来心理压力 我 没必要这样 怎么哭了呀老二 来来说说话 为什么哭了呀老二 表达一下 为什么哭了呀 是心疼爸爸吗 对 你心疼什么呢 你又没看过他怎么工作 从他到街上就可以看出他工作也辛苦 你看见过他出去工作是吧 你描述一下有多辛苦 每天我起来的时候 他已经走了 晚上我睡着的时候 他就 他再回来 所以你觉得这个爸爸比普通的爸爸 虽然个子小 但是对家庭更有责任 家人有什么让你特别感动的吗 前年春节的时候 因为我们过年前后都比较忙 我劳累过度了 然后我的腰间盘突出 然后整个人睡在床上翻身 都要两个人抬 动都动不了了 那时候我心情很低落 一旦就是倒下了 我这全家怎么办 我三个孩子 我的老婆 还有爸爸妈妈他们 然后我老婆就跟我说 安心养病 我还可以出去赚钱 对孩子打了 他们都会赚钱 天天安慰我 然后休息了大概半个月就好了 好了 然后我又出去上班 因为平时老婆对我真的很好 很多因为身高嘛 很多生活的细节啊 有很多不方便 比如说那个衣柜 他都是把我的衣服放在最下面 他们的都放在上面 我方便拿嘛 然后我每天早出晚归 我再晚回来 我老婆都会给我做一顿热气腾腾的菜饭 还有水果放在那桌子上面 每天你再早出门 我的衣服裤子鞋子 给我弄得干干净净的 全部放在那里 很踏实 然后 还有大家都知道 我这个衣服裤子特别不好买 然后 但是呢 我又不想让他知道 我老婆知道我的这些 就是说不方便的地方嘛 我想让他越知道越好 越少越好 然后我就说 老婆你别给我买衣服那些哈 我说你不知道我喜欢什么的款式 我自己去买 他就有一次 他看我去哪里都穿了这几套 他就去偷偷地给我买了几套衣服回来 当时我不知道 他说你来穿一下这个衣服 我一穿很合身 就问他 我说你这衣服是哪里来的 怎么这么合适 他说我真的很意外 他说我把你平时穿的合适的衣服 拿着到肩上去比着买 当时我一听 我真的我 其实太感动 太感动了 那对你爸妈好吗 好 逢年过节 抽空回去的时候 他知道我们要回去了 就是因为平时 我老婆也很节约 知道要回去 提前一两天 又一大早开个车 去批发市场买一车的衣服 还有过年的时候我们年货 然后买一车 然后我们就回去了 然后对我爸妈很好 男人的辛苦就是为了家人 不要缺衣短穿 不要挨饿受冻 你不要自卑 而且我觉得你那前面两个孩子 刚才说到你辛苦的时候流眼泪 我觉得这一家 一大家子 对于生活当中最矮小的这根顶梁柱 内心是有着十分的尊重的 你发现没有 就对父亲有着十分的尊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